世界第一的陣喉 世界第一的陣喉 竟然出現在非洲 這裡什麼事情 真的是HAPPY 真的很重 OK 因為上面都是海草很滑 欸 蠻大的耶 多久沒有洗了 1月 沒有洗 一個月沒有清洗 你看它長了這麼多的東西 根本看不出來 如果丟在海邊的話 你看不出來它吃一根生蠔對不對 頂級美妙的鮮甜 極致脆爽的口感 你 豈能錯過 翻山 來 突破了 突破了 非洲古沙船入港卸貨 神秘魚翅交易現場之機 掉起來 這條條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What's that Blue Shark Shark 鯊魚啊 這是Blue Shark的魚翅耶 水鯊 水鯊 這是尾巴的 這尾騎 什麼 我有沒有聽錯 生蠔煎VS魚翅肝 這就是一場什麼樣的料理對決 這用了多少的魚翅啊 Oh my God 你們有一公斤在這一鍋裡面 一公斤乾的魚翅 這就是魚翅啊 這就是魚翅 你這是什麼 這是魚翅 我知道 這是一種 溢式的魚翅 這個叫做 歐蛙弱 對 這個蚵仔煎弱起來這樣 把它捲起來 捲青菜 這是你無法想像的非洲大陸 這是你絕對要認識的有趣國土 快 跟著小馬我一起前進大米比亞 體驗頂級生蠔無限量狂科的快感 順高拜訪咱們台灣的女中豪傑 我先走了 這裡呢就是相傳最古老的沙漠 納米比亞沙漠 怎麼樣 這個沙漠呢面積雖然不是號稱世界第一的 但是它很特別 為什麼呢 我左手邊這邊呢 沿著海岸線過去 整條公路以外就是海洋了 然後椅內呢全部都是沙灘 你不要看這沙灘喔 這沙灘聽說在它的沙灘底下 有豐富的鑽石框 所以有可能 手一撈有沒有 就一顆五克拉的鑽石 所以我現在決定呢 在這邊大概花上我六天的時間 好好來挖一挖 神經病啊 花什麼六天 來到納米比亞 當然是要帶各位觀眾朋友去看看 納米納米比亞 到底有什麼好吃好玩的東西 走 沒聽過納米比亞嗎 阿免不好意思啦 因為就連足跡踏遍好幾十個國家的小媽 我也是現在才認識它 話說 這個位於非洲大陸西南邊的國家 面積足足有23個台灣那麼大 而這隻小媽我選擇從它的西部海灣 瓦維斯灣開始認識它 沒別的原因 就是為了搶先目睹這個世界最古老 納米比亞沙漠的神秘面紗 只是一到這兒 真是嚇得小把我一大跳 海洋沙漠 全世界最不搭乾的兩種景觀 就這麼肩並肩存在了8000萬年 而且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 這邊的滾滾黃沙是死氣沉沉 那邊的大西洋卻是生氣蓬勃 此話怎講呢 由於受到了南大西洋寒流影響 這裡可是全球漁業資源最豐富的區域之一 也因此瓦維斯灣到處都是水產加工廠 據說呢 就在這堆加工廠之中 竟然暗藏著號稱世界第一的生蠔啊 這就令人更加匪夷所思了吧 如果不去一探究竟 我還能夠算是世界第一的小媽媽啊 不是 頂級的東西 通常都生長在平凡的環境裡面 就像我一樣 我就是處長於一個平凡的家庭 世界第一的生蠔喔 聽說就在這個 看似很平凡的工廠裡面 到底他們怎麼養呢 你看到沒有 那裡面感覺好像是那種 實驗室的感覺 然後一罐一罐也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你看這裡 哇 好恐怖喔 我覺得好像那種 你知道 一般在那種外太空變裡面有沒有 外星生物裡面 好像泡在那個水裡面這樣嗎 可能是變種人啊 或是什麼東西 Hey Rob Hey Rob Yeah It's the you know Fectoring Fectoring Yeah we make the food for the baby For the baby Yeah Food for the baby Yeah Yeah And we spawn the Food for the baby It's food Yeah What kind of food It's algae Yeah it's different kinds of 水草 棗類的 No chemical Nothing All the natural Everything is natural Everything is natural 別懷疑 這裡正是一間不折不扣的生蠔養殖場 班長Rolf說齁 他們主要的養殖區域 其實是在離岸數公里遠的海灣區 而會留在工廠裡養殖的生蠔 要不是給它太小 要不然就是留下來做種的生蠔 因此呢 他們的食物 浮油蟲 都要經過不斷的研究和改良 為了呢 就是要打好小生蠔的基礎 同時也讓種蠔保持在最佳的狀態 如此才能交配出更優良的下一代 這次算是種嘛對不對 你選擇最好的 對 他們選最好的 工的跟母的 然後呢 這隻蠔保持在6個月 只能給食物 好溫度的水 從18至20度 他們只能給食物 只能給食物 6個月 然後呢 他們來這裡 放入水 從25至26度 然後他們開始燃燃 與大多數的貝類生物一樣 透過水溫變化的刺激 就可以讓豪哥豪姐們 舒舒服服地排卵放筋 如此一來呢 好寶寶就可以順利地誕生啦 據說呢 一次至少可以交配50萬顆的小生蠔 厲害了吧 它這個瓶子啊 是小孩子 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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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了多少 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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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跟 你們喝那邊的水 就什麼 這樣裡面就50萬個生蠔欸 有沒有 然後呢 他們這個管線 因為外面有剛剛的水草 可能就是喝水草 抽幾個洋棟 從這邊這樣砸下去 然後它就長得越來越大 這嬰兒的小嬰兒有小嬰兒 有小嬰兒嗎 他們有耶 有口味 只是我們這樣肉眼看起來 就不太能夠分辨 淺為靜下 所有的小嬰兒 只有很小 小生蠔們 在經過淵末幾個月的工廠養殖 長得是頭好壯壯之後 就會搬進這一層層量身訂做 讓他們有足夠空間長大的小套房 然後呢 重回大自然的台報 而根據小嬰兒的了解 生蠔養殖環境的重要性 可是會直接影響生蠔的口感與味道 誒 說不定這納米比亞生蠔 號稱世界第一的秘密 就藏在這片海灣之中 所以呢 不多說 趕緊跟著Rulalph出海去 瞧瞧走啊 你看 你看到沒有 怎麼會只有牠一隻就這樣跑過來 這是我從來在海上沒有遇過的一個動物 都只有在動物園裡面看得到 覺得 好不可思議的感覺喔 好像活生生來到一個 長得很像工廠的動物園 這裡不是海洋公園喔 這裡不是海洋公園喔 這裡就是 好不好 大自然 看到沒有 好特別喔 好屌喔 啊 我有了Ruf Ruf 早早 smallest 早早早 Hello Where is the 牠 Today we go Nize oysters Niese oysters It's good Can eat Fresh iverish you can eat everything 哇 直接生吃可以誒 OK czę視活電錘 OK 我們上船吧 要出海 그다음 搭乘小渔船 我們向海灣中央的生蠔農場前進 聽Rob說 其實納米比亞的生蠔並不是原生蟲 而是從智力引進來的外來種 但是因為養殖環境的不同 使得這裡的生蠔品質比起原產地 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好 看的 我看不見了 這裡不是非洲嗎 很冷 對 它這一籠一籠都是小顆的 還要拿來養 這裡是三個月的 三個月 對 它是三個月的 所以你放在海洋裡 為何長時間 一年 一年 為市場長大 多大 從60克到60克 最大的長時間 60克 60克 那很大 60克 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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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幾克 這幾克 這幾克 這約10克 10克 這個呢 就是大概30克左右的 海草 就是 海草 海草 就是 海草 會在這上面呢 就把它弄得 都沒有辦法讓食物進去 應該是這個意思 然後呢 那個生蠔 它就沒有東西可以吃 所以它每一個濕氣 就要把這個生蠔拿回來 把那個上面的網子 清乾淨之後呢 再放回去 所以你會賣 哪裡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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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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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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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 像這個 我的手 大小 可能 是 15克 在我們 對 我們必須 去台灣 所以 雖然人工技術是 養殖生蠔的一個重要環節 但是最大的關鍵 還是在於海水的品質 曾經有研究調查發現 澳洲蠔和歐洲蠔 因為海水味太重 味道偏鹹 而這美國蠔 海水味卻又太輕 味道偏甜 而這個孫國蠔 不 只有非洲蠔的味道 比較適中 再加上大西洋 週年維持 10到14度的低溫 更讓非洲生蠔的口感 叫其他地區來得鮮脆 他們用這樣的方式 他們建造一個平台在這裡 OK Let's go 他們建了一個平台 在這邊養生蠔 其實還是要小心一點 有沒有 還滿結實的 對 這裏是造成的 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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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另一種是Joyce Joyce Oyster Farm 但為何不同的方法 這是Spanish的方法 那是Namibia 那哪一種是最好的? 那一種 你會喜歡你的老闆 為甚麼? 它是更坦白 Oysters不想動太多 如果動太多,它不會育成 整個平台的圖面是40t 所以它不會太多 40...40t 40t 我現在那邊跳跳的,它這邊也不會晃 哇哩哩 點點點點點 將生蠔垂掉在這木製平台上的養殖方法 想法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雖然呢,架設的時間比較長 所花費的資金也比較多 但是呢,西班牙老闆呢 堅持使用家鄉的方法 養出更大顆,品質更好的生蠔 也讓自己一軍突起 成為納米比亞養豪界的佼佼者 難怪他們的生活會受到老饕的喜愛 其實他們今天的工作 我們剛剛放了很多新的 洗乾淨的放下去之後 原來這邊的是要拿回去的 因為它要清洗 OK 1 2 3 哇 真的是Heavy 真的很重 OK 因為上面都是海草很滑 抓不太住 你看真的 因為呢,全部都是被海草啊 一些海中的生物 是嗎? 他說這裡呢 就有很多小的 所以這個大小 可以吃嗎?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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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他大小 都給他吃看看 對不對 I eat baby 哇 哇 Sweet Yeah, it's good 我還有一個 好 各位觀眾 因為一般的海鮮啊 如果不好吃的話 其實呢,我在錄影的過程當中呢 算是 雞也是要吃啦 但是呢,真的好吃的話 我就會真的很想要吃 多吃一點 好好吃喔 呵呵呵 你竟然來了 老頭雞沒吃了 雞吃醬油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It's good It's good It's good 我也想放 我也想放 連小生蠔都不放過 我真是太奢侈啦 但是 納米比亞生蠔也太好吃了吧 有一種讓人一看到 就忍不住想一顆接一顆 往嘴裡送的衝動 而且呢 小生蠔雖然裡面沒什麼肉 味道卻是一樣的鮮甜 兄弟們 老頭雞有交代啦 今天喔 完全配合我們的要求 愛怎麼吃就怎麼吃 大家就別客氣啦 而且呢 他還特別交代ROB 要拿出Special的來招待我們喔 OK What we have What we have Platform number 3 Yep And here we have scallops on What's inside Scalops Scalops Scalops是什麼東西 扇貝啊 扇貝啊 扇貝喔 來看一下 唉唷 喔很大 還在中耶 它還會這樣咕咕咕 它會動耶 It's alive It's alive 哇 扇貝 Where is from Where is from It's from Also from Chile Mothers and fathers come from Chile 都是從智利來的耶 你看 有沒有 嘴巴打開來 其實長得很像這種 小時候我們玩那個 有個遊戲有沒有 crypto 的 好有 吃的那種小精靈 但是我要試試看他會不會咬我 喔 也怕啦 等一看我的也怕 而且還會發出一種聲音 有沒有 他自己身體會有 你身體會有 來來 一個 很長 你成人 你成人 我不敢玩了啦 他真是會弄耶 我才這樣扛 指頭泡進去 好恐怖喔 以上純屬伯君一笑啦 但是據說 有人真的被被類 夾斷過手指 所以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可千萬不要亂學喔 這種扇貝呢 又叫做日月貝 相信觀眾朋友 應該不陌生 國內很多的餐廳 或是宴會掌和 都吃得到 什麼奶油扇貝啦 青森扇貝啦 小媽我也是吃過不少 就是不知道 生吃的滋味是如何 這位大哥 他咬你是吧 沒關係 就讓小媽我來為你報仇 給你聽聽到吧 對 已經市場了 好 我們可以吃的 新鮮嗎 不是我 你可以吃的 新鮮 你是我的兄弟嗎 沒有 你是我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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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我的兄弟 你是我的兄弟 你的兄弟 你知道是友是友 是朋友 朋友 你知道是友 友 要把友 一起吃 沒有 為什麼 朋友 沒有吃肉 他們不吃生的 真的嗎 那可以吃嗎 你可以吃 我試試看 我試試看 OK,我開封一下 他說有些東西是不能吃的,沒有錯 他有一些內臟啊 或是什麼肺啊 他的東西是不能吃的 這個扇貝已經幫我把它清乾淨了 Come on, together Hop-Hop Why? Why? It's a seafood Your company, you know Your company sell this You have, you know,信心 信心 信心,怎麼樣 Confidence You must have confidence I have confidence, we need to prepare Nice 你看,走到世界各地吃任何東西 有些呢,就是跟別人的吃法就不一樣 有些他們不敢吃生的,然後他敢吃生的 有些這個我敢吃生的,他不敢吃生的 怪了吧 You are right You are right It's so good Oh no Oh,好新的味道喔 我到底吃了個什麼東西啊 好新喔,整頭的 Oh,好難吃喔 好恐怖... 誰... 到底是誰 說這個海鮮生吃都很好吃的 吃到難吃的是小啊 要再吃怪肚子 才真的是得不償吃啊 什麼,還有另外一種喔 不過這一種看起來跟我們的蛤蟆 其實長得還滿像的耶 應該不會那麼噁心吧 What is this? This is a clams Crams 貝類的 Can I eat? Yeah, you can taste this Fresh? Yes, very fresh You eat? Yeah OK, together 這個他就趕了 Oh,這個打開來 Oh,這個應該...Oh 吃水吃水吃水 你看,白白這樣 哇,很漂亮 這個,哇... 感覺就很補的樣子 有沒有看到 吃吃看 Nice喔 嗯,嗯 欸,只要小小的 欸,我覺得很甜耶 接下來我有帶我的秘密武器 You know this? 嗯 This? OK, open 這個呢 其實呢,日本人 我們就知道嘛 他們吃海鮮一定要用芥末 不過他們都會加點醬油 對不對 Yeah OK And eat Yes, very good Nice sauce Nice, nice 他會不會怎樣 他就... 太多了喔 有點嗆喔 除了生蠔之外 Rob說 剛剛那兩種貝類呢 目前在市場上也是很受歡迎的 接下來,重頭戲終於要登場了 眼前這個平台 就是裝滿了養殖至少超過一年 Size大小已經可以賣的生蠔 吃飯家No.1的生蠔 我來啦 看到了另外一個 他們那個基地台 聽說這裡的生蠔的Size不太一樣 好,來 來到這裡的地方呢 嘿嘿 在這個No.1的這個台 這個...他們那個... 漁場裡面呢 他們養的這個生蠔 聽說比較大顆 Rob, it's a big How many grams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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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小 出完酒 Yes WOW 這...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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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年... 對 誒... 蠻大的耶 多久沒有洗了 一個月沒有清洗 你看它長了這麼多的東西 根本看不出來 如果丟在海邊的話 你看不出來它是一顆生蠔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吃之前呢 Rub還是想說 我們還是把它先洗一下 這個殼要常常把它清洗 包括你銷售的時候 也至少比較漂亮 如果你這樣拿去賣誰要 人家工廠還要再做一次的一個加工 被稱為海中牛奶的生蠔 其實早在17世紀時 這荷蘭人呢 就視為生猛無憑 最近更有研究小組 在分歧之後發現 生蠔呢 富有極罕見 能提高人體性荷爾蒙含量的 天東胺酸 以及N甲基D 天東胺酸 這兩種胺基酸 從中醫學的角度來看 它也是屬於補肝補腎之物 也難怪呢 不論是東西方 生蠔一直被公認為 自以補羊的絕佳聖品 大顆的 他說呢 以 Ralph的經驗值來講 他說這個的 40公克左右的大小 是最好吃的時間 我個人也是這麼認為 因為太大顆的話 平常聽講 太大顆的話 一般進餐廳的時候 會切成三片 然後呢 拿來烹煮 可是因為生吃 我覺得生吃的話 你吃太肥的話 就會覺得噁心 大顆的 40克的喔 短腿齁 還是來補一顆 攝影師齁 腿剛軟了一下 這段不會剪掉喔 這雞蛋 可以讓男人強 在你的國家 所以我們叫這 Namibian Viagra Vieagra Namibian Viagra 就是呢 這邊的壯陽藥 有沒有 他們也是吃這個 來 你知道嗎 我剛剛欣欣的品味 你知道嗎 這個在 在 對 在吃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真的感受到 海鮮的味道 有沒有 剛剛太小的課的時候 你吃下去就是 欸 甜甜的 這一顆你在咀嚼它的時候呢 那個口水 配合那個海水的味道 再加上生蠔本身 它有一股 你知道嗎 就是感覺到吃起來 會很強壯的感覺 來 射出來的 你吃水 好 好 來 保持平衡感 然後攝影師阿通 準備好 用舌的 就把它舌了 沒關係 把它舌下去 你看 是不是感覺到 整個攝影機 挺立的起來 對不對 平常的時候你們會這樣子吃嗎 平常等級 你感覺到 你知道 你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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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多一點小孩的時候 他就會來到這邊 吃他老闆的生蠔 反正老闆應該也不知道 生蠔到底吃了多少顆 Oh my God 就是這種感覺 最適中的大小 最爽脆的口感 最鮮甜的滋味 號稱世界No.1的生蠔 果然是名不虛傳 接近夢幻般的美妙滋味 真是太令人難忘了 不過導遊Patrick說 他還有另外一種 最道地的納式吃法 要介紹給我 而且保證呢 我一吃會上癮的 這什麼 Tabasco 加上 黑胡椒粉 所以你們這邊的獨有吃法 就是加Tabasco 再加黑胡椒 再加黑胡椒 對 而且你知道嗎 這生蠔多到怎樣 你知道嗎 那西班牙老闆本身也很大方 他說 水在你啦 你要吃多少吃多少啦 吃到你想吐為止啦 對不對 身手 欸 他就來囉 欸 怎麼會這樣子 好特別喔 這個給你 對不對 要不然觀眾朋友以為我在說謊話 你看 身手 欸 怎麼又出現了 好多生蠔喔 來 你先弄一次 wowwowwow that's good oh yeah 好 欸 我倒是第一次欸 因為我平常吃生蠔啊 要不然就是烤好的 然後我上次有一次去那個 日本 我跟你講那不是蓋的 在宮島上面 有一個島 他們烤生蠔 生蠔要生吃比較有味道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烤到那個生蠔這樣 砰一個出來之後 你知道那個 我跟你講 各地的美食不一樣的料理方式 來跟您加一個黑胡椒 真的 也許你這一次呢 納米比亞的這種方式 會突破我以往對生蠔 美食的一個新認知 有可能啦 看你的手藝如何 來試試看 滿山 滿山 突破了突破了 而且你知道嗎 真的 我覺得真的 又有了 再來再來再來 哇 正點正點正點 欸我剛剛吃了幾個啦 大家有沒有幫我算一下 你看喔 你看我現在做一個 那個世界上不可能有的動作 這邊要吃喔 然後這樣 哇 啊 還有 欸 我在看你吃我都沒有吃 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我剛剛這樣很像 然後突然間扎一隻眼之後 突然間看到你 我覺得 你好帥 整個人你怎麼 整個人很帥 好一個胯下運休 空中挺腰海帶辣乾 這超重口味的辣式生蠔吃法 簡直就直接命中小媽我 愛吃生蠔又愛吃辣的要害 我的天啊我怎麼會這麼辛苦啊 不過享受完了頂級美味 正式還是要記得辦 人家西班牙老闆有交代 今天停在港口的船 已經有人預定生蠔和扇貝 我們還是得趕緊幫人家送過去 順便看看在海上是如何交易的 好我們現在靠近了一艘大船在那邊 其實呢他們的工作 除了在養殖這個生蠔之外呢 剛好如果大船經過的時候 他們也會賣 已經大顆的生蠔給船上的船員 哈囉 你從哪裡來 西班牙 西班牙 從西班牙過來 西班牙人很喜歡來這裡 你買海鮮 你買海鮮 你買海鮮嗎 你買海鮮嗎 對 對 還有海鮮 我買海鮮 我買海鮮 好吃嗎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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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這是給你們 謝謝 這是什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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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看一下 他們西班牙的船員呢 不知道是什麼魚 哇 很大呢 OK 這是他們的魚 不知道是什麼魚 但是他們都已經冷凍過 已經處理掉了 因為他們這種 在海上的大船呢 一待都待好久 所以他們不處理的話 這個魚很快就壞掉了 上面一定有很多的冷凍櫃 OK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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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 什麼意思呢 送完貨 Rolf的工作還沒有結束 因為其他賣給餐廳的生蠔 可不能長成這副德性上桌 還是得回去用高壓水柱 好好的幫他們洗個澡 做個SPA 才算幾個 大豐收啊 一個早上的這個海上作業 然後呢 有一龍這個 Oester 生蠔 據說呢 這個西班牙的老闆 交代他們這個船長講說 欸 小馬耶 也算是我遠來的朋友 對不對 既然來採訪我們公司 然後又出海 陪了我們一上午 所以呢 這些偷偷都是我的 哈哈哈哈 欸 這一折一洗一折一油 洗的是什麼呢 看到很多生蠔免費的 那一折一油是說 你怎麼能吃的 不行 我想怎麼辦 欸 想到了 我們剛好去拜訪那位台商呢 那位那個 大姐呢 她本身也會做一點很麻煩 那我們就把這一欄給收囉 好不好 Thank you I love you 拜拜 走吧 怎麼樣 不敢相信了吧 在非洲這個沒幾個人 聽過名字的國家 照樣有咱們台商的出氣 而且這次還是為女中豪傑 只是說也很奇怪 一個女孩子家 在瓦維斯灣 能經營什麼樣的事業 而且還約我明天一大早 先在碼頭碰面 這個小貓我真是 越來越少不來丟了 奇怪的地方 然後很多的黑人不知道在幹嘛 有沒有看到 她們拿那個布這樣滾來滾去的 欸 其實我是來這邊找我們的林大姐 林大姐跟我約在這個碼頭附近 但是一來呢 現在才這個 早上大概時間 大概七點多而已 嗯 算當地時間還算蠻早啦 你看天剛亮而已 然後很多的黑人在工作 只是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是有什麼漁獲要進港嗎 還是怎麼樣 要等到這個林大姐來 林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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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縮眼奇怪 沒看到林大姐 就只有這一群身材魁梧的當地人 聚集在這裡 好像在等什麼東西 應該不會有什麼危險吧 說著說著 船上好像開始有動靜了 掉起來 掉起來 一條條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黃冰雲 白瓶 鯊 鯊 鯊 真的...鯊魚耶 如果一去頭去尾了 然後呢 那個旗也不見了 哪裡 這東西 中間 對 你剪了嗎 對 剪了這麼好 他們在外面 好 謝謝 你賣給人家的食物嗎 對 他們經常會送給人家 OK 你... 你是一般人嗎 對 你吃食物的食物嗎 食物的食物 對 你吃嗎 沒有 他們這邊的人不吃魚翅耶 一般來講 我只知道的話 那個鯊魚魚翅 是我們在亞洲市場裡面來講 頂級的一種海鮮 對不對 很多人會想吃魚翅 然後魚翅也非常的貴 有很多嗎 有很多嗎 有很多 有很多 有很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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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甚至少比你 比我更大嗎 比我更大嗎 比你更大嗎 對 哇 我可以試試嗎 這大概有個25公斤以上 有喔 像個小孩一樣 有很多 相信很多人吃過魚翅 但是捕沙船的下貨作業 大家就比較少見到了吧 其實呢 非洲本來就是魚翅主要的出口來源之一 雖然當地人不吃 但是魚翅的高價值 在全世界早就已經不是秘密了 通常捕上船的鯊魚 都會先將魚翅和魚身分開 然後再進行冷凍 除了可以保持魚翅的完成 也比較方便下貨 至於魚翅上面的灰色鋪套 則是為了防止魚翅因冷凍而黏在一起 哈囉 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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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這裡的主管對不對 對 這艘船的 那你幫我問他說 船在有什麼魚啊 鯊魚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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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鯊魚翅 鯊魚翅 很多鯊魚翅 很多鯊魚翅 鯊魚翅 鯊魚翅 120噸 120噸啊 那你問他想說 這些魚是從哪裡捕來的 那這艘船呢 這艘船它大概是怎麼捕撈的 鯊魚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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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鯊魚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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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 根據統計 目前世界最多的鯊魚就是藍鯊 因為牠們生長期很快 一般8到24個月 就長到可以捕鯊的成年鯊 所以現在的魚翅呢 大多也是從這類鯊取得的 好吧 反正林大姐還沒有出現喔 大家就先跟小馬我上船 揭開這艘捕鯊船的神秘面紗 林大姐 原來你在這裡喔 我剛剛在外面在找你說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對 那你幫我問牠 這艘船我剛剛看到很多鯊魚 會不會請牠帶我們去看那個鯊魚 我想看那個魚翅 OK 我們去看看那個鯊魚魚翅 好不好 對啊 大姐說有點習慣 我早上跟你約在碼頭旁邊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要來幹嘛 結果妳在船上 那妳是來看馬獎 我是來看魚翅的 妳來看魚翅的喔 你來這裡先看 這樣還不是很奇怪 妳來這裡先買吧 如果看的話 價錢合理的話 真的喔 講真的啦 妳一般都怎麼買啦 沒有我們得看一下 因為它船長會先告訴我們說 他們有多少數量有哪些魚種 然後如果價錢合適的話 所以妳根本就是在做這個生意了吧 什麼樣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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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白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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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鯊 白鯊 這是白鯊的魚翅耶 水鯊 水鯊 這是哪裡的鯊啊 這是尾巴的 這尾鯊 你看有沒有 白鯊的尾鯊 白鯊 這個是我們在國內 華人市場裡面 多貴的東西啊 對不對 而且你看好不夠喔 這是非常非常好 他們做的 S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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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看 除了大 就是價錢 再來有沒有品質的問題 主要還要看看肉桶 不多不多 如果太多的話 價錢就不會 這個肉桶也是 因為到時候我們等一下 那些給切掉 肉桶也算在重量裡面 所以要去掉之後 才是實際的魚翅 對 二十二年前 就離開台灣的林大傑 輾轉待過賴索托 南非 1992年呢 才來到納米比亞 最後選擇在瓦維斯灣諾角 從事爆關航的工作 各國的貨物要進出 納米比亞海關 還得靠它幫忙 只是因為有地理之便 所以就順便尖尖拆 賣賣魚翅囉 大傑 你這樣感覺很像地中海 你看白白的房子 好漂亮喔 沒有啦 但是我跟你講 不誇張 我在這個非洲國家 算是人緣非常好 我來到這邊 你以為我手要帶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 這不是我從台灣帶的 這是我在這邊的好朋友 西班牙的老闆 送我的 生蠔 好不好 丁你讓你報一下 我要報一下 你看 你看 有大顆 好大顆 好大顆啊 對啊 沒有 我還準備更好的東西給你 你 什麼 你居然要比我更好的 比這個還符呢 真的嗎 什麼東西 來來來 光說不練我就不相信 你知道 什麼 魚翅 魚翅 不會吧 不會 一大包一大包的 都是魚翅 是的 但是這個部位是只有它滑水的部位 滑水的 對 它兩隻手 所以魚翅來講 等級的話 這種算是比較好的 這個還不是 這個是背 這個是背棋 這是背棋 對 就是背上面那個 就我們常常看到那個 對對對 在海邊上面 有沒有 對 這個叫背棋 最好的是在它的尾部 尾棋 對尾棋 那尾棋來講 價格上面跟背棋 差很多 差多少 差了差不多 有兩三倍多 因為它尾巴的話 它尾那個只有 尾巴有兩個翅 對 兩個尾巴 但是它 底下的那個 小小的 不是小 它比較大 但是它裡面的那個 骨頭比較多 哦 只有 在你 上面那個 它不大 但是它骨頭 它也很大 都是翅 都是翅 沒骨頭 所以說 今天我就可以吃到尾翅就對了 尾翅 我今天因為沒有了 都沒有了 人家那是西班牙那個生蠔那個頂級的 沒有了不好意思 好啦好啦 沒關係 有魚翅吃就好 其實中國人吃魚翅已經有好幾百年的歷食 明朝禮食真就成說 鯊魚呢 古稱角 背上裂 腹下有翅 胃病肥肥 男人真知 因為魚翅是富含膠質的食品 而膠質本身呢 不但可以增強骨骼的堅韌性 還有活化細胞等功能 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海中生品 哪有那麼香的 我看看 我看看 煮到哪裡去了 煮到哪裡去了 煮了一半了 煮了一半了 煮了一半了是不是 是的 是我們平常在吃那種濃稠的魚翅湯嗎 對 加點米酒先把它爆香 還要爆香喔 對 把魚翅爆香喔 不是 把米酒爆香 把米酒爆香 哇 你看 真的 你看一顆一顆的棉油這樣 有沒有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 然後 醉了 哇 米酒爆香喔 對 可是這樣的話酒都已經燒乾了啊 那我現在就把它放下去 怎麼了放 對 放下去 喔 所以說你倒了很多米酒之後 它那個香味出來的最主要是說 讓它的香味 讓 要它的這個香味 對 這用了多少的魚翅啊 一公斤 一公斤 整整一公斤在這一鍋裡面喔 一公斤的乾 乾的魚翅 有乾絲有怎麼分 是口味 價錢不一樣 對 是不一樣 因為你如果是冷凍的話 直接弄出來的話 對 是比較好做 比較好料理 這就是魚翅嗎 對 對 我拿到這個有沒有 這就是魚翅啊 哇 我覺得已經 感覺上好像已經完成了 你還要再亂加什麼東西 沒有 我還要加一些雞翅 我覺得這樣已經很好吃了 你這樣還不夠 千萬不要那個 那種加油天主弄太多 搞不好 沒有 味道會更好吃 真的嗎 對 那我相信你喔 已經對我來講 子魚翅來講 不加醋喔 像這樣醇魚翅 我覺得已經有85分了 欸 你大姐 你真的是 手藝非常好的感覺 待會應該是非常好吃 不過我很想問你啊 對 這是一個 非洲的一個 南部的一個國家 西南方 西南方 當初來的時候 剛剛有沒有記住 沒有 沒有 我們知道我們這個節目 如果你沒有講出你兩個的話 我沒有辦法做ending 來這邊 太多魚翅可以吃 好難說 好難說 魚翅多到就煮泡麵對不對 是不是 我剛剛聽你講說 對 魚翅又沒有多到煮泡麵 對 對 看著林大姐燉煮的魚翅羹 生蠔燉時顯得渺小了起來 畢竟在海巴針裡面 魚翅可是排第一位 不過呢 影響推崇納米比亞生蠔的Patrick 決定跳出來 用這裡的生蠔 製作出台灣最受歡迎小吃的 登峰造極代表作 挑戰林大姐的魚翅羹 好 現在呢 我們這一隊呢 我們鄭大哥這一隊呢 準備的是 好 頂級的生蠔 蠔燉 好 這史瓦克蒙頂級料理大賽呢 是鄭家跟林家之間的大賽 吉班牙老闆捐贈的 對不對 沒錯 然後煮出台灣的道地小吃料理 對 鄭大哥 你本身有在家 有在下族嗎 多少 尤其像我們就在土外來 你想適合麻辣煎就要靠自己 對 道地的小吃 對 要不然外國人他們也不會做 沒錯 我剛剛有聞喔 而且我稍微有試吃了一口 我覺得他的那個魚翅 是你很大的勁底 我這個不能跟他 你不要這樣講 我對你也很有信心啊 怎麼黏鍋了 還好 你有辦法平底鍋可以翻鍋嗎 盡量 盡量嗎 沒有關係 我們試試看 如果翻失敗的話 也很好笑啊 這樣吧 蛤 什麼 林大姐怎麼用那種眼神在笑我 他這樣 根本就比不了嗎 什麼對手 等一下 你這是什麼 這是 我知道 這是一種日式的一些關節 這個叫做蠔蛙肉 很好吃 整個蠔蛙肉起來這樣 把它捲起來 捲心態 你這算有創意啦 差不多了 最後的醬料呢 你選擇用哪一種醬料 我吃了 因為這邊吃到台灣那種醬料就是用 炭底醬再加上一點甜辣醬 兩種mix在一起 口味就比較靜一點 醬料最重要 醬料對 當然sauce很重要 對不對 Patrick你到底行不行啊 不過說真的 能在非洲看到台灣的小吃 其實是蠻讓人感動的 好了 不能說 就讓小媽我來為這場 不公平的海味大賽 做一個最公平的審判 很開心能夠擔任鄭林良甫呢 這個頂級海鮮料理大賽的評審 我真的相當有口福啊 不過呢 現在眼睛看到呢 滿滿一桌有沒有 有生蠔 有我們這個林大姐的魚翅 有我們鄭大哥的這個生蠔煙 生蠔煎對不對 我個人覺得我們先給女士悠閒好了 好不好 女士悠閒 我的意思是說她先站在旁邊看 我們兩個先吃 我們先 你先等一下 我們兩個先吃 你的這個看起來很厲害的 這個生蠔煎 來 那你先吃 你是評審不是嗎 你說的也是 可是你說 你先吃的感覺好像是說 你也根本沒有辦法知道 味道怎麼樣 好 再一點這個呢 鄭大哥特製的醬料 以及他精選的這個小白菜 這樣子很合理 你看看標準 頂級 他這個不能忽視喔 真的 你聞一下 我聞一下 對 聞一下 還滿香的 而且你的醬料 我覺得弄起來滿OK的 最重要的就是那個醬料 原來你是那種做醬的達人 你回去的時候 用這樣的醬料 我跟你講賣飯 但是少了生蠔 一盤快點出去 一定要有生蠔 本身這個生蠔呢 在裡面做這樣的食材呢 我個人是覺得已經把 藕花煎已經推向那個巔峰了 沒有任何的一個食材 能夠比這個生蠔 丟下去還要厲害 你說的心我不覺得 好吃 好吃 內心呢 有一點點小小的感動 不知道是不是生在一滴的彎性 還是大米比亞生蠔的加分效果 這生蠔間的好滋味 想把我絕對沒有加油添醋 就是一個字 在哪 不是啦 感覺起來呢 是完全有一點賄賂評審的感覺 因為整整用了一公斤 害我咬的手都發抖 好 OK 先放點醋 再放點醋 再放點醋 對不對 嗯 勝負已經很明顯了 各位看得出來嗎 這次的比賽 平手 想不到嗎 來來來來兩位握個手 握個手 真是友誼的比賽 因為我個人認為都很好吃 好 那我們最後呢 就以這個 待會大家喝喝湯 那我們就以這個生的生蠔 這是我帶來的 就我們就以豪 代酒 好不好 就是好久不見 這樣也能接下去耶 好久不見 來 乾杯 祝你們在這邊都很開心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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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出囉 啊 出啦 又是生蠔客到飽 又是魚式喝到爽 沒想到第一次來到這個陌生到幾點的國家 竟然有這麼大的收穫 看到西班牙人養殖生蠔的用心 也看到林大姐在異地打拚的真心情 不過這些都只是個開始 不要忘了繼續和小馬一起把納米比亞給他走透透喔